我基本上认为说政会中 他不管他背后的理由是什么 不管是去讲话或者是已经隐忍很久 他今天这一巴掌打下来 完全打掉他背后所代表的意义 所以我绝对不会像说民进党员 他们在对马总统做的丢鞋子 或者是叶菊兰 他当初大家还没有扫掉这一个 他当初打了一个立委叫萧金兰的时候呢 他也曾经告诉大家说 他打的是他背后的力量 而且他还说很多国民党的女立委 都是由军方来供养的 类似像这样的话语 完全在来告诉大家说 他这一巴掌打的是有他背后的意涵 我绝对不要像他们一样 认为说你打这个巴掌 还有很多的理由 还有很多的借口 不对就是不对 就是该道歉 据点 但是呢我也必须要去说 政局局在这件事情表现上面 起码在公开的态度上面呢 我觉得他的EQ跟IQ都是相当好的 而且他所讲的这一句话呢 他说呢 个人视角民主不容伤害 好我们先不评论 我觉得他后面那一句话 不要复制暴力行为 这句话不要复制暴力行为 这句话是可以肯定的 但是呢 政局局很早就进入政治圈 如果他进入政治圈 看到国民党的委员被打 或者是民进党的委员 对国民党的委员 甚至一些事项里面 有做出一些卑劣的运动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能够以他的角度来告诉我们 不要复制暴力的行为的话 我会对你的肯定会更高 我会对你的肯定会更高